台湾通缉犯石茂强在泰国遭到行刑式枪杀案 泰国警方锁定了四名台湾籍男子 以及一名泰国籍女子涉案 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 三名台湾男子25号凌晨搭飞机抵达泰国 跟另外一名台湾人会合 并且到泰国女子的租屋处犯案 而当晚就已经逃到了柬埔寨 显见嫌犯是为了谋杀石茂强 是特地的来入境泰国 而目前这名泰国女子已经在柬埔寨落网 刑事局同时也证实 周姓台湾男子在昨天已经飞抵台湾 目前正在北浅询问 台湾44岁同期犯石茂强遭刑刑式枪杀 泰国警方公布五名嫌犯长相 包括四名台湾人和一名泰国女子 证实这五人已经逃到柬埔寨禁边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这名泰国女子已经落网 其中一名周姓台湾男子逃回台湾 刑事局也证实 周姓男子26号飞抵桃园机场 带回离清案情 随即由检方进行复讯 根据泰国媒体报道 还原整起犯案过程 三名台湾男子 25号凌晨搭飞机抵达泰国 和另一名已经在泰国的男子会合后 搭计乘车抵达泰国女子的住屋处 不久邻居们就听见枪响 而犯案后不到24小时 一行人马不停蹄 从泰国沙角府一路辗转前逃出境到 柬埔寨禁边 但由于当时未发布逮捕令 因此嫌犯通关时都没有被拦下 时间紧凑让人高度怀疑 这批枪手是为了谋杀时冒墙 而特意入境泰国 只是犯案地在泰国 即使嫌犯逃回国内 律师强调如果真的犯罪恐怕也逃不了刑责 这四名男子是在国外涉及到了杀人案件 最高是可以处到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因此是三年以上的案件回到我国 仍然是可以依照我国刑法来加以审判 遭锁定的五名嫌犯 一人落网 一人复训 另外三人推估还在柬埔寨境内 时冒墙为何惹来杀身之祸 泰国警方初步研判 说毒品利益乔布隆外 泰国女嫌犯疑似是死者的女友 不排除感情因素 还要继续抽丝剥剑 记得综合报道